在这个时间里给大家播送契赫夫写的短篇小说《变色龙》 安东巴普洛维奇·契赫夫是19世纪末期到20世纪初期俄罗斯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最后的一个代表人物 他继承和发扬了俄国现实主义文学的人道主义和民主主义的传统 在自己的作品里真实的反映了1905年资产积极革命前夜俄国社会的生活 契赫夫在短篇小说创作上成就杰出 《变色龙》便是他最优秀的代表作之一 这篇小说只有两千多字 但却十分凝练地勾画出一个统治阶级走狗的嘴脸 给他以毁灭性的讽刺 小说中的警官奥楚灭洛夫 惯于剑锋使舵变化嘴脸 在他心目中 谁有势力谁就有理 对强者他奉承献媚 对弱者他张牙舞爪 十分可笑而又可赠 契赫夫的手法是突出人物可笑的地方 或者使其自相矛盾 以达到揭露的目的 下面就请大家来欣赏这篇小说 契赫夫写的短篇小说 变色龙 朗诵者 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董行吉 寻官奥楚灭洛夫 穿着新的军大衣 手里提着一个小包 穿过市场的广场 他身后边跟着一个火红头发的巡警 端着一个筛子 那上面盛满了没收来的粗粒 四下里一片寂静 广场上一个人也没有 商店和饭馆的敞开的门口 无精打采的面对着上帝创造的这个世界 就像许多饥饿的嘴巴一样 在那些门口左近 就连一个乞丐也没有 奥楚灭洛夫忽然听见了喊叫声 好啊 你咬人 该死的东西 伙伴们 别放走他 这个年月咬人可不行 咬人可不行 得住他 传来了狗的尖叫声 奥楚灭洛夫往那边一瞧 看见商人 比楚金的木柴场里 跑出来一条狗 用三条腿 一颠一颠的跑着 不住的回头瞧 他身后边跟着追了一个人 穿着僵硬的花布衬衫和敞着怀的砍肩 他追他 他追他身子往前一探 扑倒在地上抓住了狗的后腿 于是又传来了狗的尖叫声和人的呐喊声 别放糟糕 带着睡衣的脸 从商店里探除了一群人 从商店里探出来 往人群那边走 往人群那边走去 在木柴场门口 他看见面前 已经提到了那个敞开了砍尖和钱筋的人 举起右手 把一根血淋淋的手指头伸给那群人看 在他那半岁的脸上 好像出现这样的神气 我要接你的皮 坏蛋 就连那手指头本身也像是一面胜利的旗帜 奥楚梅洛夫认出来 这个人是金士将贺刘金 闹出这场乱子的罪犯 坐在人群中央的地上 前腿脾该 浑身发抖 原来是一条白毛的小猎狗 脸尖尖的 背上又快黄斑 他那含泪的眼睛流露出悲苦和恐怖的神情 奥楚梅洛夫挤进人群中去 问道 这到底出了什么事 你在这干什么 你究竟为什么举起那根手指头 谁在嚷 金士将和刘锦开口了 他拿手罩在嘴上咳嗽一下 官长 我好好地走我的路 没招谁没惹谁 我正在跟米特里米特里一起谈木柴的事情 忽然 就是这个畜生 无缘无故地把我这个手指头咬了一口 你得原谅我 我是做工的人 我做的是细致的活 这得叫他们赔我一笔钱才成 因为也许我要有一个礼拜不能用这个手指头了 官长 就连法律上也没有那么一条 说是人受了畜生的害就该忍着 要是人人都这么给畜生乱咬一阵 那在这个世界上也没个活头了 嗯 不错 奥处米洛夫 严厉地说 颗粒声 拧起眉头 嗯 不错 这是谁家的狗 我绝不轻易放过这件事 我要拿出点颜色出来 给那些放出狗来到处乱跑的人看看 那些老爷即使不愿意遵守法令 现在也该管管他们了 等到他那个混蛋受了罚 拿出钱来 他才会知道放出这种狗来 放出种种的野畜生来 会有什么下场 我要好好地教训他一顿 叶尔德林 去调查一下 这是谁的狗 大哥报告上来 啊 这个狗呢 把他弄死好了 马上去办 别错啊 这多半是一条疯狗 不过 请问 这 这到底是谁家的狗啊 人群里有人说 哦 这好像是 西加洛夫将军家的狗 啊 西加洛夫将军 哦 叶尔德林啊 替我把大衣脱下来 真要命 天这么热啊 看样子多半要下雨了 只是有一件事情我还不懂 何刘吉娜 他怎么会咬着你的 难道 他够得到你的手指头吗 他是那么小 你呢 说实在的 却长得这么魁梧 哎 你那个手指头 一定是给 一定是给小钉子弄破的 啊 后来一想天开啊 想得到一笔什么 赔偿损失费了 你这种人啊 是出了名的 我可是知道 你们这些贵东西是什么玩意儿 官长 他本来是开玩笑啊 把那个烟卷戳到他脸上去的 他呢 可是不肯做傻瓜 就咬了他一口 他是个荒唐的家伙 呃 官长 胡说 嘟眼鬼 你什么也没有看见 那你为什么胡说呢 啊 他老人家是明白人 看得出来到底谁胡说 谁像当着上帝的面一样 凭良心说话 要是我说了谎啊 那就让调解法官审问我好了 他的法律上说的明白啊 现在大家都平等了 不瞒您说 我的兄弟就在当宪兵 稍说废话 少说废话 这时候巡警 叶尔德林 叶尔德林深思的说着 哎呀 不对啊 这不是将军家的狗 将军家里没有这样的狗 他家的狗 全是大猎狗 你拿得准吗 拿得准 官长 我自己也知道吗 将军家里都是些名贵的 纯种的狗 这条狗 鬼才知道是什么玩意儿呢 毛色既不好 哎呀 模样也不中看 完全是个下贱胚子 谁会养这种狗啊 这人的脑子上哪去了 要是这样的狗 在彼得堡 或者莫斯科 让人碰见 你们猜猜看 结果会怎么样 那儿的人 可不来管什么 法律不法律 一眨眠眼的功夫 就叫他断了气呢 你呢 和刘尤金 受了害 那我们绝不能不管 得惩罚他们一下 嗯 是时候了 不过 官长 也说不定 就是将军家的狗 巡警 把他的想法又说出来 你看 他的脸上又没写着 前几天 我在他家院子里 看见过这样的一条狗 没错 将军家的 哦 耶尔德林老爹 给我穿上大衣 好像起风了 挺冷 你把这条狗 带到将军家里去 问问清楚 就说 这个狗啊 是我找着的 派人送上的 告诉他们 别再把狗 放到街上来了 说不定这是一条名贵的狗 要是每个猪落都拿烟卷戳着他的鼻子上去 那他早就毁了 这个狗是娇贵的动物嘛 你这个混蛋 把手放下来 不用把自己的蠢手指都伸出来 怪你自己不好 将军家的厨师来了 问他好了 哎哎哎哎 托勒科尔 你过来啊 哎 老兄啊 上这来 哎 哎 你瞧瞧这条狗 是你们家的狗吗 下菜 我们那儿从来没有这样的狗 奥处梅洛夫说 哦 那就用不着白费功夫去问了 这是一条野狗 用不着白费功夫说空话了 既然他说这是野狗 那他就是野狗 弄死他算了 将军家的厨师普洛克尔接着说 这不是我们的狗 这是将军哥哥的狗 他是前几天才到这儿来的 我们的将军不喜欢这种猎狗 他哥哥却喜欢 哦 难道他哥哥来了 是乌拉吉米尔以法尼奇吗 奥处梅洛夫问 整个脸上洋溢着感动的微笑 哎呀 天哪 我还不知道呢 他是上这儿来住一阵就走的吗 是来住一阵的 哎呀 天 他是惦记着他的弟弟咯 可我还不知道呢 这么一说 是他老人家的狗 高兴得很 把他带走吧 这个小狗还挺不坏 怪玻璃的 一口就咬破了这个家伙的手指头 哈哈哈哈 得了 你干嘛发抖啊 唷 你这个坏蛋生气咯 哎呀 好一条小狗 将军家的厨师 普鲁克尔海医生那条狗的名字 就带着他从木柴场走了 那群人就对喝六斤哈哈大笑 奥处米洛夫向他恐吓说 我早晚要收拾你 然后他裹紧大衣 接着穿过市场的广场 静自走了 刚才播送的是契赫夫写的短篇小说 变色龙 这次文学节目播送完了